我目前住在桃園 在從事婚禮相關行業 家人都在老家 一個步調不會太快的地方 現在是在台大就讀博士班 從事農業相關的工作 我老婆跟我女兒 我們是住在新北板橋 爸媽住在老家 很簡單的鄉下地方 大概是2006年的時候到台北 從事百貨業 然後現在住在新莊 就是我們老公自己的家這樣 就是真的有隔滿長一段時間沒有去 半年可能會去一次 那回去的時間都很短暫 除非過年才會待稍微長一點 天氣宜人 建築物沒有那麼密集 步調不會太快 很適合居住的地方 我們家是在更向下一點 回去老家那邊真的是超早 大概八九點就是全部都關了 想到我們家的田 不會很繁榮啦 但是就是從城市回到那邊 就會覺得很放鬆的感覺 對 在那邊 在每一個月的地方 就算了 我們今次回到家裡 都在一起 沒有的地方 是 我們可以送到家裡 但是,你一定會找到家裡 在家裡 我們家裡 在家裡 可以送到家裡 不是 那又不是 沒有 在家裡 但是,你沒有 車也沒有想到說它會開放成這樣子 真的是很漂亮 沒有想到說一個被廢棄的植江草 能夠改到成這樣子 你看看 這邊環境多漂亮多美好 跟你以前小時候來的時候 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以給他嗎 地方屏東這邊都不錯啦 我帶他來這裡 沿途的壽福館這邊 跟小愛玩得很高興喔 你就不用擔心了喔 你們台北的朋友來 你就帶來這裡聖禮新春 田田你有聽到嗎 田田說今天做運動 你沒來沒好玩 你就在台北好好過 好好吃飯 有空就回來看我們一下 這樣就好了 嗨 禮婦啊 能不能回來 會不會回來 這個爸爸不會強求你 因緣到了 你就隨緣走就好了 受到什麼委屈 你只要想到 還有一個家在撐著你 在支持著你 加油 愛你喔 蠻想去看一看的 因為它原本是很舊的眷村 原來那邊變形了 多了蠻多這些不一樣的地方 剛剛很多我沒有想到的東西 地方變得好漂亮 在屏東有更多地方可以去 再給我幾年的時間 我是 我其實一直很想回去 希望啦 就是可以回老家買房子 就我們可以 買在市區大家一起住 我還是會想要回 老家長期居住 不管是環境或者是 人文或者是步調 我也比較喜歡 就是 我會長回去 對啊 看他們走來走去 他們心情好 我看起來也覺得 他們蠻放心的 想告訴他們說 我一定會回去陪他們 我是屏東里港人 我是屏東內蒲人 我是屏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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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會去 S屏東人 我一定會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